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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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Zen 我是一名實驗音樂製作人 我同時也是模特跟DJ 我喜歡的音樂是 是Techno吧 Techno還有Dry & Bass 因為我小時候在日本長大的 那時候我媽很喜歡一些流行音樂 然後她會帶我出去買CD 然後看表演那些的 安斯奈美會晉晉小子 流行音樂 然後我都有接觸到 高中畢業的時候開始接觸搖滾樂 聽了很長一段的搖滾樂之後 才開始接觸到電子音樂 會做電子音樂是因為 它可以用電腦 就可以製造出很多的聲音 取樣很多的聲音 我剛開始做音樂的時候 比較多是用Loop 那種Sample去把它拼湊而成的 拼一拼覺得好像 好像有喔有東西喔 然後這可能就是我的第一個作品吧 然後就發現自己好像 這樣這方面還算有一點點小甜分吧 然後就持續到現在 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是 我可以控制人的情緒吧 雖然說我站在台上 有時候還是會很怕自己會出錯 但是後來就想一想 還是得把它演完 然後自己把它投入進去的時候 通常就會順了 我覺得就是要感受那個音樂 我覺得我風格就是沒有邏輯耶 然後比較偏向沉重古怪 可能就很喜歡放一些壞壞的 Bass的音樂 我看他們跳得很開心 我就會很爽耶 因為我超喜歡看漫畫的 我其實是個宅女 然後我們會喜歡看漫畫跟打電動 會找尋他們漫畫人物裡面的一些元素 可能在生活上就會有運用到 電子音樂它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 它可以帶動氛圍吧 它比較像是一個沉浸式的場景 而且它是超越聲音語言的 它很像在敘說故事 如果說有一個指標的話 可能就像豆維一樣吧 超低調 可是它的東西就很多人都愛聽 無論做得好跟壞 只要有人一個人也好 他喜歡我的東西 那我就會持續做這件事情下去 這一次我帶來的是 它原本是我在劇團的幫舞者做的 配樂 舞蹈配樂 然後我有在HKCR他們那邊有發行 我編了一個曲之後 然後加入原住民的Vocal 他們用他們的族語 原住民的話那些很多語言 可能就是會消失掉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可惜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關心這些東西 有一個詞 就好想說 沒有一個詞 你知道嗎 是嗎 有一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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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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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想要像他一样做这种比较浑厚低沉的鼓声的音乐 我会推荐大家可能晚上听吧 就有一次印象最深刻是最近 我放花语进去 被警察点击因为太大声 然后他们就直接说 那没关系音乐不要放了 我们可以直接用唱哦 唱很大声看他们怎么样 然后大家很准然后唱爆了 超开心 我要走他们三个声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